今年99岁的台博馆明年就要满100岁了 为了庆祝生日 馆方向民众征选跟台博馆合照的老照片 第一名是1951年新义乡地利村的原住民国小毕业生 他们赤脚在台博馆前面跟著名的台博馆童牛合照 提供照片的退休校长说 为了毕业旅行这群乡下孩子 第一次穿鞋子 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看到电灯 从台博馆的老照片我们看到早年台湾的历史 1951年九位来自新义乡地利村的原住民国小毕业生 花了半天徒步走出山区 再搭火车到台北 在台博馆前跟着著名的台博馆童牛合照 当时的台博馆是台北最高大辉煌的地标建筑 今年台博馆满99岁 官方搜集展出各个年代民众跟台博馆合照的老照片 记录这栋老建筑的历史故事 台湾博物馆如果要追溯到最早的话 是在1908年日聚时期所成立的 当时的馆的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当时日聚时期所谓的彩票局 那个地点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总统府旁边 大约是国防部大楼的那个所在地 1915年的台博馆才牵址到襄阳路上 也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228公园旁 一开始是纪念日之时期的总督儿育元太郎 以及名镇长官厚藤新平 现在在馆内的灯饰上还可以看见两大家族的嘉辉 原来的大厅瓷砖也可以看见日本地位象征的八半局 建筑风格上融合东西方文化特色 台博馆入口正面是希腊神庙式 大厅则是环绕高耸的柯林斯式柱子 墙壁上更融入了东方传统的牛眼窗 四周还用台湾知名水果的雕刻装饰 充满特色的台博馆现在列为国定古迹 当时日本人更有系统地搜集台湾动植物标本 以及原住民文物 现今典藏数量近两万件 为台湾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这个馆它典藏了台湾本土的文物 和物件最精华的内容都在这里 尤其原住民有六千多件 很多人不晓得说全台湾收集原住民物件 最精华的就是我们这个馆 台博馆走过99个年头 搜集无数的文化瑰宝 以及台湾的历史故事